防堵疫情全民总动员 尽头带一到各部落 而各部落开始进行的防疫措施 是在部落的入口处设置了检测站 来防止外来的乡亲和或者是游客来到部落 而对于防疫的物资是否足够 华丽县政府表示 各乡镇公所也都会协助各部落来补充 共同来做好防疫的工作 薛文乡、万能乡和主席乡 则是在自己的部落设置检测站和检疫站 无非就是要守护好自己的部落 不要被外人病毒来污染自己的族人 关系卫生局长 朱财良表示 他是想象肯定部落自主性的发起 更想象是工作也会协助各部落补充物资 让防疫不间断 在部落里面 他们其实他们之间的人 部落的人 他们都非常的熟识 也非常的清了解 所以部落一定要有外人进入 其实整个部落都可以知道 因此其实部落应该打成共识 在这段时间就不要再去接待外来的人 在这段时间就不要去提供外来的人的餐饮 我想这样子减少部落里面的人 跟外面的人来接触的话 反而是使得部落会比较干净 要不然每一次进到部落里面的话 都与他们在互相接触 实际上是增加我们的感染的一个感染的一个机会了 那整体来讲部落的防疫物资 我想各乡镇市公所在这个部分都会提供协助 华人线流行防疫指挥中心表示 全国身为三级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配合 出门要戴口罩 在买生活物质的时候 要做好社交距离 请洗手 少出门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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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